Hello, 大家好, 見到我和Peter, 一週講的時間 今天我們錄的時候是初五, 香港都開工開市 所以祝大家今年, 開工開市大吉, 牛市興旺 最主要是身體健康, 財患亨通, 馬精神, 什麼都要有齊 適逢今天我們拍攝的初五, 就是2月14日, 情人節 另外祝大家家庭美滿, 小朋友快高長大, 學業進步 然後拍拖的戀人, 幸福美滿, 祝賀與大家 情人節快樂 先說回恆生指數, 補給大家聽 上個星期的星期三, 2月7日, 其實收市是在報16,081點 去到今天, 情人節, 就是在報15,768點 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都是慢慢跌, 慢慢升 不是特別大的波幅 在新聞方面, 相信大家除了美詩之外 其他新聞都不是特別爆 不過至少昨天有賀水杯 昨天那件事就馬上挽回 很多人都問是不是諷刺美詩 非常親民 沒有比較不到傷害 太大對比 說回股市 今天才開市 當然今天可能只有二十多點 成交不會太大 但你看到整幅圖去到現在 大家都是在猜一件事 就是見底味 因為之前一萬四千多, 又見到一萬四千多 這是一個挺大的心理關口 因為上次的底是一萬四千多 現在 之後反彈到一萬六千多 現在一萬五千多 大約都是在這些範圍 而你看到港股 暫時沒有一直插到底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內地那邊 是做得更好 我還記得上次是說 雪球的產品 而現在 你看回上證 當然雙證未開始 但至少沒有去到二千六百八十 那麼激烈 即是沒有插得那麼深 現在 在臨新年之前的幾下 所以令到港股那裡 會好一點點 但當然 這是一個 很短期的狀況 即是你說 你說這個是不是可以 真的見到的大底 這件事未知 但至少我們從政策上 就見到 沒有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而且 好想不想知道 之前一路去看新聞 看到 經常說 中國的股市 或者香港的股市 資金撤離了 那去哪裡呢 彭博就說去了印度 當然 印度的股市 也一直在做好 彭博說去了印度 但你問我 我覺得 我覺得不只是印度的地方 因為當中的 放在港股 或者放在 中港股票 無論是基金也好 散戶也好 那個數目 都一點都不需要 所以 印度是其中一個地方 日本是其中一個地方 其實現在全球 很多人都說 香港的股市 已經跟以前完全不同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另外 其實很多國家 其他國家都已經在起飛 但是 如果對比起香港和新加坡為例的話 其實香港已經被遠遠拋離了一折 嗯 是 因為 好像剛才所說的 那場球 也是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就是你看到 港股 中港股市 對其他 例如 日本 美股 哪怕是台灣 台灣股市 可能大家少看一些 嗯 都好 都是雙型健絕 但是 一比較起來 就覺得是差了 那些什麼 港股都生氣了 那些什麼垃圾精收稅 那些東西 那些錢真的 啊 昨天我先用那個新的垃圾精收稅的膠袋 我打算買一些甜筒 有了嗎 在哪裏買回來的 我在OK那裏買 之前他們的存貨 哦 OK 那收六毫子一個 那收六毫子一個都不是太大問題 但問題是 我一把甜筒放進去 那袋子就算了 是嗎 我不是丟進去 我放進去 只不過十支甜筒放進去 然後那袋子就算了 我第一時間想到 又賺品 那是幾錢一個 六毫子一個 六毫子一個 OK 那 所以他現在拖到八月才再搞 那看看到時候怎樣 那但是 那 股市或者大家 大家的股市或者放股市的錢 可否拖到八月見底呢 這件事就不知道了 那雖然 雖然我之前 就是 說少少有趣的事情 就是 就是 之前 沈俊瑩大師 就 那 看見他 對股市的預測 就說 今年年底 會見到三萬的 港股 他在說 那 那 我 當然我都拗了頭 我 我當然想 這樣 但是 我覺得 可以嗎 三萬這樣 你看現在的 趨勢 除非他是一個很大的政策的轉變 否則 我未看到 他反彈 可以反到三萬 那麽厲害 因為反彈三萬 等於現在是一萬五千 他如果是 他翻一翻 才去到那個數 那 希望 成去貴然 這件事就 那 是 那他要準備入市了 是啊 如果他要翻一倍 沒錯 但是他講的事情 跟你有點暗合 他不是 你之前不是說 由 2月 到4月 沒有入市 嗯嗯 然後 3至4 3至4月 他說2至4月 那 即是說 4月後才入市 這個是他的說法 那 配合你原學的說法 都是 match 是 那 一切 解釋不到的 都歸納原學 那你繼續玩 3至5 3至5月 OK 即是可以 暑假入市 嗯 7、8月入市 OK 這個是 原學角度 以及 沈陣營大師的想法 那 剛才說到 資金去了 日本 那 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日本現在 他在近這十幾年時間 一路過安倍經濟學 那裏 想去有負利率 講負利率 現在可能有機會 可以走出負利率 那件事 因為你看到 現在日本的通脹數據 去到 2% 3% 民眾 都開始感受到 通脹的壓力 因為 一向 在日本 都跟通脹 沒什麼緣分 至少在 近三十幾年時間 都是這樣 但是 現在他在說 可能會撤銷負利率政策 再加上 日本也都出了口述 說明 就算他取消負利率政策 他都不會 不斷加息 他都是維持著寬鬆的貨幣政策 所以大家在猜到的時候 幾件事合起來 看見日本好像好了 再加上 中港股市的基金離開了 那些錢 當然有一部分去了美股 有一些去了新加坡 有些可能去了crypto 但是總會有一部分在日本那裡 包括巴菲特是投資日本 在近年的時間 所以 現在你看到 日本的股市 已經去到 3萬7千多 而他的歷史高位 是38,900多 就差1千點左右 而差1千點左右 其實他 他要的 他一兩天就可以升到這幅度 所以 所以现在看看日本是否会升穿 这个心理关口是你问我会说是会升穿的 但是升穿完之后因为上面就没有顶 上面就完全没有任何人有货 所以升穿了之后最重要的是 现在很多持续日本股市的股票都是外国投资者 而根据我对外国投资者的理解的话 如果他们要走的话 他们一定会再爆一波 然后就吸引到日本公司或当地的散户买 然后他们就可以走了 所以如果他冲穿了38,915点 由89年到现在30多年的关口之后 他可能会再升多一阵 但那阵去到多远? 会否去到4万或4万多? 甚至乎再多呢? 这个顶就猜不到 但是现在我看到日本很多的新闻 包括民众都报道 有不少民众开始销售股票 他们销售股票 代表有下一波接手 下一波接手可能是外国投资者 可能是日本其他当地人或外国人 但是大家要留意 如果当日本人都顶不住 开始吸引到他们买回 可能就是散水的时候 这是日本的状况 至少部分的钱去了那边 那说到港股今年的时候 那当然也会有少少玄学方面的想法 我这个要教绍 这个Gary找出来 是的 但你问我今年 其实我也挺看好汽车股的 因为 大师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也挺同意的 就是说 汽车业 会不会有一个 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说的是由德国的汽车业 说到日本的汽车业 也说到现在国内的汽车业 那 而当中 在说电动车那件事 当然之前我也在说电动车 在一周讲故的时候 现在他在看的一件事 就是说 除了一件害怕的事情 就是他会不会受到制裁 因为例如 之前说手机或者自媒体 甚至中海游也好 他已经受过美国制裁 通讯也是 就是中兴通讯 或者中移动 这些受过美国制裁 但是汽车业是一个 发展得很快 但是都未受到 外国无端有制裁这件事的行业 所以你看回现在 整个汽车行业 即这边汽车行业的趋势 看到虽然Tesla 他也是穩佔第一 Toyota也是穩佔第二 但是比亚迪 其实已经可以追上来 现在第六 中间有几间都是德国车厂 Benz BMW Porsche 都是德国车厂 追上来是比亚迪 而再滚下一点 就开始有些 日本、韩国、美国等等 然后就轮到理想 中国的话 Kia就是南韩 然后再下去 就已经开始 越来越多 是中国的车厂 即是 长城汽车 后面还有几间 当然 蔚来 蔚来 还有几间 广汽 所以你看到现在 看市值来计算的话 就算你看到理想 说的是三十个billion 即是三百亿美元 比起最大的 其实还是差十倍 至十多倍之间 当然我不是说他会 可以很短期内上到 Toyota或Tesla的地位 但是至少 现在的态势 甚至乎会不会追到比亚迪 这个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 唯一一件事 最 呃 长线来看 就是要看他会不会被制裁 反而你问我的话 他被制裁之后 表现可能会好些 因为他会跌了一阵 之前理想 一堆的汽车股 其实都是有一堆 一个泡沫 近期好些 因为近期泡沫就爆了一点 令到汽车股 那些公司 你看到 例如 卫小利 那样 都是低回 股价 由最高峰 因为八十多 在八月的时候 到现在都一百十多 这样 但是 长远来说 我是看好的 包括 现在这几间公司 只不过是 他未被制裁 反而是 有泡沫 爆破了之后 重新起来的行业 或公司 我都是看好的 但这个要很长线 正如 2000年初 科网股爆破之后 然后再隔了十年 重新起来的 就是腾讯 阿里巴巴那些 最少是曾经成为股王 腾讯 所以这是今年的看法 而且 对了 讲开汽车行业 虽然我经常说 卫小利 或者 就算一些传统的汽车行业 都会出来 例如吉利 或者是 广汽 这些传统的车厂 但是我想 大家去留意 汽车行业的时候 千万不要看漏了 一个很重要的玩家 就是华为 华为 大家可能会看 看 没那么 上心去看 因为它至少不是一只 上市公司的股票 但是华为 其实它现在都很着力 在汽车行业那里 即华为 如果你现在去 深圳广州 那些华为的show room 只要稍微大间小小 它都会有车在里面 现在它一直都在做 而且它 它有机会 它的自动导航 即完全不用出手去开车 即那个自动导航 是会做得不错 现在已经一直在测试中 所以汽车行业就是看到这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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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 但是 有时 就 草草 纳过 就算了 股市越差的时候 就越看得多 那 最近 刚刚申请头 又出了 那这份 今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 啟示 那这份报告呢 我们首先可以 show a show 给我们的观众 看一看 那首先最搞笑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恒子 其实是1969年的时候 就是属鸡 是的 那究竟它的五行是属什么呢 它的五行是属土的 那就是 它是一个土鸡 然后 我看回 如果根据网上说的话 就是说它属于新强 但是这些这么复杂的字眼 我们先不说了 但是先说一说究竟 是什么属性 那大家最近听得最多的就是 什么九运 八运 等等 诸如此类不同的东西 就说八运专九运 那这个就很大动荡 那每二十年就转一次大运 大家都知道 那 那 那现在正式农年 就正正真正踏入了我们的九运 那九运 那九运呢 就是不是狗仔那个九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Number 那个九 而九呢 是属火的 八呢 是属土的 那过往二十年呢 其实你说地产业非常蓬勃 那其实土也是属于地产业 那但是去到火了 火就是说一些比较 那就是科技上啊 技术上啊 技术上 技术上的技术上的技术上 你要是见得到 但摸不到的东西 土是你见得到有摸得到的东西 所以变上如果根据这个报告去讲的话呢 剛才我們清楚,如果恆子是屬土雞的話,屬火,那就火生土吧 但當土過旺,因為我看回那個月,不要太複雜了 火未必太利於我們恆子的土雞 這是大環境去看 而如果土過旺的話,會變成滿捨 正如現在的樓宇供多個球 那樓宇供多個球,但沒有人買,供多個球 就代表土滿捨了,代表火生土的現象出現 如果土是克制甚麼呢? 我克制為財 理論上,水才是旺土的 對,水才是旺土 再來,又有趣一點,剛剛講到的汽車 好,那汽車是屬於甚麼的五行呢? 首先,燃料屬火,製造屬金,動作屬水 是有一點複雜的 所以如果我純粹賣車,不動車的話,就是屬金 如果我車的乾性需求,即是有,就是屬火 如果我拿車去做事,就是屬水,一個物流業 說了三個屬性出來,即是代表甚麼呢? 其實真的比較寬闊,即是說汽車的話 所以變相,金對土有甚麼影響呢? 土生金,如果土過旺的話 而汽車純粹只是買賣的話,土生金 那又真的跟Gabrie剛才所說有少少暗合了 即是汽車股又真的會有機會上升多一段 有時這些東西都是很有趣的 有時候這樣計算一下,計算回來 我覺得最棒的是,因為他當恆子是一個人 然後就當恆子是一個人 然後就算他出生的年份 當他1969年出生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1964年開始去研發恆子 但是他1969年出生 你當他懷胎五年吧? OK 是,那可能講一講 就是,那究竟經常聽人說 甚麼三合、六合是甚麼來的呢? 先講一講,如果三合的話 就是智有醜 智有醜是怎樣去旺我們的雞 我們的恆子 智有醜、蛇、雞和牛 智有醜三個 就形成三合 就會金局 金局又是汽車了 智有醜即是蛇年 蛇即是2025年 所以呢 又有少少暗合了 整件事就是 大家都說2024年股市不好 2025年可能會好些 但是2025年就是蛇年了 所以其實呢 我們的恆子是還有希望的 是蛇年 至於你說甚麼衝太歲、形太歲 破太歲等等的東西 神率醜味 神率醜味呢 神率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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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率 突然間我我倒無路 呵呵呵 神率醜 神率ule 神率醜 神率醜 是呀 是的 是狗 好啊,997又失害,神畜醜眉,九年,這些幾個就是抹雞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大的影響,又不是很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說明年去到蛇年旺的話,就比較旺了 但是以上所有的元核,我都是非常淺薄的 大家也可以找回相應的大師去一起講解一下這些事情 純粹一點的分享,大家聽完之後有什麼都可以留言說 說一下,Peter,你很柔軟,那些不同的事情 那我先講一下綠合吧 神友,神友,神友,神友其實都是綠合之一來的 龍和雞都是綠合之一來的 綠合的力量就沒有那麼大,沒有三合的力量那麼大 所以其實龍年未必說是對我們的痕跡有太差的影響 只不過就不是太旺 嗯,OK 有這個結論已經很好了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做證券行的時候 很多我的同事都很相信風水 每年都要放在自己的工作桌上去放風水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參考 至少我覺得他挺有趣的就是他當一個69年出生的人 很好笑 就是恆子了,那八字是怎樣呢 一開始我聽到熟土的時候,我也怕一怕 因為剛剛過了一隻土雲 是啊,沒錯,八肚,二五百也是 什麼二五百? 數字二五百,三四熟土,六七熟金 現在聽你講的時候,我也會安心一點 不過我當然現在行指方面,就要一直這樣說 唯有的是等的 大家作為我們這樣,作為一個散戶 沒有什麼可以做 除非你不是看港股,你看其他股市的股票 或者看蜜蜜,或者其他投資工具 當然你可以繼續去做 但是如果你純看港股的話 現在我只能夠說,你只能夠等 等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是等,會不會有一個turnover的政策 所以看港股之外,也要看內地股市 如果你說這些外圍消息的時候 當然你說美國加息,這當然是關事 但是這個反而在短期內,我未看到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現在當然我也會跟大家去看著中港故事 好,那今天的一週講座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拜託